嚴嚴夏天 其實在車上很多時候都要等人 小室在等女兒放行 不太累了 怕熱啊 又不可能攤著車在炭冷氣 那怎麼辦呢 開槍又說 剛剛下雨了 剛剛才給幾隻蚊進來 這個情況下怎麼辦呢 這部車就有機會幫到大家手 在淘寶圖回來的 一個流動冷氣機 其實它就很簡單 這裡就有個封頁 這裡就有個位置 就用來插USB線 那條USB線 你可以用充電 因為你的車關了時 那情況下 就可以用來吹到風 吹呀吹 讓之風吹 這裡有個開關門 這扇門其實是讓你進去的 那當你進去的水 它就說可以幫你做到制冷的 但是它的原理其實是怎樣呢 我發現原來很簡單 開了它之後 這裡一抽出來 那是一些紙來的 那是吸水的 那大家都會見到 濕的 那你就會見到裡面 其實呢 就有一個兜 那些水呢 就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樣流流流流流流 流流流流 這個兜兜裡 讓你放進去 那你就把水呢 就一邊吸吸吸吸吸吸吸 吸上來這些紙那裏 那你再開封的時候 那你再開封的時候呢 它就會扯出來 關掉窗的環境之下呢 那它放到機器裡 那它這個有封葉 向上向下 那樣 用這個普通的風扇呢 它是真的涼爽少少的 是不是可以做到冷氣的效果呢 那絕對是不行 那你就捉住啊 不過呢 真的它吹出來的風呢 是比用普通風扇涼快 這個是事實來的 放在車上其實要小心 因為它的兜其實很淺的 那你一歪了 它就會流點水出來 那所以呢 原價上來說 這個東西放在車上是沒有問題 不過呢 當你用完的時候 記得把它全部倒進去 值不值得購買呢 這樣 是可以的 但如果它可以設計到 不要漏水 就更加正了